今天就让我们聊一聊关于负面情绪的二三事 负面情绪是百分百的大坏蛋吗 我的答案是并不 如果尝试与负面情绪共处一事敞开接纳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意外的拥有更多的正面能量 我们对处理负面情绪方式的固有思维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 我们经历了太多紧张焦虑无助愤怒与失望 在这些负面情绪面前 真的切实的能体会感受到我们显得极其弱小又无助 但是一旦负面情绪向我们袭来 就会不受控制的迅速扩张 我们为了能摆脱并跳出负面情绪 会去学习调整自己的状态 来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排解这种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必然存在 需要学会共处 如果我们尝试去接受与共处呢 人的一生会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与状况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控制的 所以负面情绪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 更是因为负面情绪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更要去学会接纳它 并结合当时的状况 解决当下所遇到的问题 不是一味地去逃避 这或许才是与情绪和谐共处的正确方式 在表演时 如果我面对一个性格复杂的角色 或者一场情绪激烈的戏 在不能完全进入角色的时候 我会让自己冷静下来 好好地思考角色本身面对场景 会做出的实际行为 同时记住 此刻有些焦虑和压力的状态 便于更好的诠释 从负面情绪中 意识自己的进步空间 并转化为动力 其实被负面情绪牵着鼻子走 大多是我们自身的无能为力 因为害怕恐慌 所以我们面对困境 大多会产生逃避的心理 但是如果转换调整自己的状态 也许我们会发现 不刻意地在意害怕与恐慌 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强大 因为悲伤愤怒 所以我们面对当下情况时 会产生过激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自己与他人 也许就会发现 前方拨开云雾便是晴天 会让自己的心中更坚定的信念 因为焦虑烦躁 所以我们会扩大自己的不安情绪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面对和接纳他 也许就会找到更好的方式 把这些负面情绪转化为自己的动力 发现并意识到进步空间 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 而不是始终情绪低沉 比如即将参与高考的学子 感到压力和焦虑是非常正常的 但只有面对这个难关 做好应对的准备 才会成就最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